睡得好身体才会好 但是对准妈妈来说 虽然容易疲累 但是却是常常睡不好 根据国卫院统计 睡眠状况不佳 或是情绪受到影响 已经严重到需要服用处方 安眠药的比例 一千名孕妇当中约有一到三位 睡眠不好呢 其实对我们人而言 就是一个压力事件 那如果说又还在怀孕的话 对这个胎儿 想当然这个长期以来 可能也是会有 他生长发育不良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国卫院针对台湾孕妇 使用处方安眠药的比例 进行研究 以健保资料库委来源 分析从2004年到2017年 200多万笔孕妇记录 研究结果发现 将近14年来 孕妇使用安眠药的比例 是下滑的 从2004年的4.1% 下降到2017年的2.9% 但是处方使用 达到治疗标准剂量 是微幅上升 从0.1%增加到0.4% 确实有一些孕妇 她的身心健康状况 如果是以过去的14年来 这样子来看 那可能是会有一些 增加的情形 那这当然跟我们的 一些社会变迁 还有现在我们 现代妇女的那个孕妇 她怀孕 所接收到的 不只是怀孕本身的压力 还有一些可能心理 或者是社会责任的 社会角色上面 赋予她的一些压力 那可以看到孕妇的 那个精神健康状况 应该是要日益的去重视 孕育孩子不容易 准妈妈的压力 全家人要共同分担 家人的支持 对舒缓孕妇的焦虑 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 医师也表示 治疗失眠 也有非药物性的方式 最不好的话 我们其实通常 就是做这种 很正式的认知行为 治疗之前 我们都会请 孕妇最好可以自己 都先做一些 那个睡眠的记录 通常是几点睡几点起来 然后可以记一些 觉得可能是影响到自己 睡眠的一些重要的原因 国委员表示 孕妇的精神状况 包括产后忧郁等等 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也要提醒准妈妈 有任何问题 都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 才可以在评估 胎儿风险之下 做出最好的治疗选择 能见卫视 叶云吴志恒 台北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